新北市积极创造友善托育的环境 全国第一家工业区内的五权公共托育中心 9月29号在新北市五股成立 让在工业区上班的劳工 上下班也能够带着孩子 减轻工作压力和照顾孩子的负担 五股五权公共托育中心 是全国第一家工业区内的公托中心 也是新北市第75家公托中心 我们五权公托是在我们全国第一家 在工业区的公共托育中心 那这边其实也是场地非常棒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 在这里的员工、劳工朋友他们 可以带着他的小朋友来这里 就托然后他可以安心工作 那我们这里最大的服务量是45个 那现在也正在接受报名 那议定在晋级也会开说明会 那我们也希望就是说五股第七新庄 或是三重、林口等等的这个地方 如果劳工朋友他刚好在这里上班 其实只要在两岁以前的小朋友 都可以在我们这里来接受受托 爸爸上班顺便带着孩子开心上学 在工业区上班有公托中心 并可以就近照顾 对年轻夫妻来说可以说是一间两顾 对 哇 这高水 对 这边是我们的小小棉丝丝 进到干净又卫生的场域 先穿上鞋套 这里有布置温馨的设施 什么东西都小上一号 老师带着孩子好像在办家家酒 其实是训练孩子自己动手做 好吃吗 好吃吗 可以 好吃 超好餐 我们五权公托 目前我们是采用蒙特苏利教学家主题的部分 那是采用开放式的一个空间 让孩子可以自由去拿取他的教具 自己去自行的操作 那在10月6号晚上7点 也是在就是 如果是在我们产业园区的家长下班之后 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招生说明会 五股五权公共托育中心 收拖45名0到2岁婴幼儿 为托中华蒙特苏利教育学会办理 采用蒙特苏利的教学理念 尽量让幼儿自由探索 尽情挥洒 好 心牙沾沾 对 心情沾 对 好 压 然后压起来 这一期开放报名 11月16号上午10点办理抽签 下午2点公告 相关的讯息可以到新北育儿资讯网查询 记者方建凯五股采访报导